八卦是人的天性,毕竟人也属于群居动物,平时没事一起聊聊家常,也是人之常情。 可很多人不仅是喜欢八卦,还喜欢帮别人出主意,尤其是喜欢用自己的经验之谈来告诉别人怎么做事情,说得还头头是道。 如果我们理智一点,自然是会随便听听这些话,把它等同于茶余饭后的一些八卦,过去了也就忘记了。 可如果正当我们因为什么事情犯愁的时候,有人给我们出出主意,那不管这个主意如何,都容易让人有事一事的冲动。 不过别人的经验毕竟是别人发生的事情,人各不同,这处事方式,差别也大了去了。 小月和丈夫是朋友介绍认识的,虽说丈夫没什么本事,但为人人敦厚老实,这点小月还是很满意的。 和丈夫结婚小月也不图丈夫飞黄腾达,只是看中了丈夫对她好,毕竟公公很早就去世了,丈夫和婆婆相依为命,也没什么家产。 小月结婚前也想得很好,以后嫁进门一定会对婆婆好,毕竟这么多年也不容易,老了也该想想福了。 可不是什么事情都会按照小月的想法发生,婆婆更是个不可控因素。 小月的婆婆是个没什么主见的老人,平时总是和其他老人一起逛街乘凉,听惯了别人说儿媳妇怎么怎么不好,怎么怎么有心眼。 儿子结婚本来是件喜事,可却愁坏了婆婆,现在也不同以前,婆婆就是天,现在儿媳妇一个比一个厉害,这小月嫁进来不得欺负她呀。 这刚一筹莫展呢,出主意的来了,邻居们知道了婆婆的顾虑,纷纷说出了自己的想法,大致都是如果不先制住儿媳妇,以后吃亏的就是自己,而且一定得让儿子向着自己,要不然是斗不过儿媳妇的。 小月的婆婆本来就是个耳根子软的人,被邻居一鼓动,立马动了心思,当天晚上回去,就和儿子说买菜太累了,做不了饭了,让小月去做饭。 小月这才嫁进门两天,昨天婆婆还对自己好的不行,这突然态度大转变,小月也没多想,觉得可能婆婆就是累了,做饭就做饭吧。 可怜着好几天,婆婆都是这个理由,这让小月不得不怀疑婆婆是故意的。 还没来得及和丈夫说明缘由,婆婆先演起了苦肉计,说自己住在小卧室,没有阳光,这腰疼得厉害,怕不是着凉了。 这话一出,傻子都听得出来,婆婆是想和他们换屋住,可那屋子是自己精心布置的呀,还没住几天就让给婆婆。 小月心有不甘,何况她心里清楚,婆婆根本就没毛病。 可小月的丈夫就是那个傻子,一听母亲不舒服,立马同意了换房间,真是,不怕虎一样的对手,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 小月也不是好惹的主,因为这事儿小月不开心了,好几天都不做饭,自己点外卖吃,婆婆和丈夫爱吃啥吃啥去,终于忍了两天,忍不住了,婆婆又开始做饭。 这事儿虽然看起来是小月赢了,可小月的丈夫却在心里给小月寄了一笔,这媳妇儿,刚结婚就这么欺负自己的母亲,不管这点以后,不得上天了。 自那时候起,小月的丈夫也开始对小月阴阳怪气。 处处挑小月的刺儿,凡是小月和婆婆有矛盾,不管谁的问题,都是小月的错。 起初小月还觉得丈夫是工作压力太大,对谁都没好气,可慢慢地她发现,丈夫根本就是针对她一个人。 小月自然是不能忍的,丈夫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? 肯定是和婆婆有关系,可她就是想不明白,婆婆为什么就看她不顺眼。 心里有事儿就得说,这是小月一贯的风格,所以她也没和婆婆拐弯抹角,就问婆婆自己是怎么得罪她了。 看着她和丈夫不幸福婆婆是特别开心了。 小月是有一说一的性格,可婆婆不是,不管小月怎么问,婆婆都不承认自己针对小月, 反而是小月因为让出了卧室大床耿耿于怀,一直找她的麻烦。 你来我往,谁说谁有理,小月气不过。 推了婆婆一把,这一推不要紧,刚好被回来的丈夫看见了,以为小月在打婆婆,上去就给了小月一巴掌。 也是这一巴掌,彻底打碎了这段婚姻。 当天晚上,小月收拾行李,回了娘家。 看到儿媳妇儿动真格的了,小月的婆婆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, 立马让儿子去追小月,儿子也在气头上, 根本就不听,婆婆没办法了,才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 她确实没有病,也没有哪里不舒服,都是因为不想让小月在这个家之手遮天,才装作自己有病的。 小月的丈夫才醒悟过来,以前小月和她说母亲都是装的, 她还觉得小月是不想照顾母亲给自己找借口, 原来一直是自己错怪了小月,让她受委屈了。 第二天一早,小月的丈夫就来到小月娘家。 求得小月的原谅,媳妇儿,我知道错了,咱回家吧, 我妈也不要疼了,不用睡主卧了, 你也别生气了得到的却是小月的离婚协议, 你更适合和你妈一起过这场婚姻,仅仅维持了三个月。 虽然小月的丈夫并没有同意离婚, 但想要换回小月的心,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。 很多时候,我们宁愿愿意相信外人的话, 去对付亲近的人,也不愿意相信亲近的人是真心对我们。 第一,聪明的老人都不会轻信外人的建议。 在日常中,我们难免会和亲戚朋友抱怨一下自己的亲人, 这种抱怨大多都是发发牢骚, 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倾听者, 这些倾听者大多都愿意给些建议, 但是对是错的,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判断。 虽说大多数时候我们是理智的, 但被劝说得多了, 自然也就容易把这些事情放在心里, 甚至真的因为一些玩笑话去试探自己的亲人。 就像上文中小月的婆婆并不了解小月, 也没有真的地受到过小月的欺负, 她所说的不过只是自己想的, 她害怕小月会对她不好, 害怕以后儿子听了儿媳妇儿的话会不管她, 因为自己害怕, 所以更容易相信别人的话, 尤其是在邻居讲述了自己的遭遇, 又说了自己是怎么挽回地位的, 这让小月的婆婆更加相信邻居的做法是对的, 以至于自己也想复刻邻居的行为, 只为了保住自己的家庭地位。 可事实呢, 小月本来就没打算对婆婆不好, 反而是婆婆一直作妖, 让小月心生芥蒂。 才有了小月对婆婆不好, 婆婆更要采取一些方法制宜制小月, 这样的恶性循环。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同, 经历不同, 遇到的人也不同, 坚守自己的原则才是最重要的, 千万不要因为别人随便一说就信以为真, 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。 第二, 聪明的男人在婆媳问题上会偏心妻子。 男人是婆媳关系的润滑剂, 这应该是每个男人都应该记住的话。 可男人们在处理家庭关系的时候也很犯难, 说的都有理, 到底该相信谁, 该帮谁呢? 其实我们也是有原则可循的, 那就是面上帮媳妇, 私下再哄母亲。 婆媳之争, 大多争的都不是对错, 而是自己的儿子或者丈夫, 到底更爱谁。 作为妻子, 肯定是希望丈夫和自己是一条战线上的。 毕竟孤身一人嫁过来, 没亲没故的, 如果丈夫再不护着自己, 那日子就没法过了。 而作为母亲, 自己从小养大的儿子, 以前都是听自己的话, 娶了个媳妇就忘了妈, 自然是越看儿媳妇而越不顺眼, 母亲最大的心愿, 就是希望儿子能像以前一样关心自己。 男人想减少家庭矛盾, 就要同时满足双方的心愿, 既让妻子觉得自己是向着她的, 又让母亲觉得自己是最关心她的。 其实并不难, 母亲毕竟是爱儿子的, 不会真的生儿子的气, 血缘关系也切不断, 所以即使儿子对儿媳妇儿有点偏颇, 只要儿子还是关爱母亲的, 母亲也不会很较真。 所以, 在婆媳矛盾中, 如果不是原则性的问题, 还是应该多向着媳妇的。